蜜欢是幼科蜜欢树的唯一现存成员 广泛分布于非洲、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它们的性情极为凶猛 当无法逃脱时 会无谓的攻击几乎所有的其他物种 比如说闯入蜜欢洞穴的马、牛或者南非水牛 还有报道记载 蜜欢击退过狮子和猎狗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 蜜欢也由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这么凶猛的性情背后 蜜欢是有所倚仗的 它们的皮肤松弛而且坚韧 防御力极强 蜜蜂遮伤、蚝猪刺和动物咬伤 很少能够穿透蜜欢的皮肤 松弛的皮肤还让蜜欢在被抓住时 可以扭动并且攻击袭击者 它们唯一安全的抓握部位在脖子后面 也正是由于蜜欢的这些特点 除了非洲豹、眼蟒之外 其他的捕食者是很少会去主动招惹蜜欢的 蜜欢所属的蜜欢亚科 也曾是一个非常繁盛的小家族 家族名下有两大分支 蜜蜜欢族和蜜欢族 中心市时期 蜜欢的原祖蜜蜜欢 开始在欧亚大陆、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活跃 这是已知最大的幼科动物之一 它的体型比现存的老大狼欢 也就是雕雄还要大 在饮食方面 蜜蜜欢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食物动物 比狼欢还要极端 肉类在它的饮食中超过了七成 中心市也是蜜蜜欢家族多样化的时期 整个家族孕育出了三到六种新成员 到了中心市晚期 蜜蜜欢族的第二位巨头 在肯尼亚登场 这就是豹欢 豹欢的肩高足有60厘米 体重接近44公斤 整体看上去和豹子差不多 他们还演化了一副 幼科中独一无二的配置 现代幼科动物大多配了个小短腿 只能短时间爆发 豹欢则完全不同 这哥们是个大长腿 它占据的生态位与后备们也完全不同 现存的大型幼科动物 要么是水生的石肉动物 比如说水塔 要么是挖洞的陆生动物 比如说狼欢 豹欢是个擅长奔跑和追踪的猎手 它的腿很长 脚又短又粗壮 非常类似于犬科以及猎狗们 其实整个中心市 完全可以被称作 巨型幼科动物们狂欢的时代 北美 欧洲 亚洲 以及非洲 都发现了具有相似形态的 巨型的中心式幼科动物的化石 这些大家伙们 要么是超级石肉动物 要么是青道夫 豹欢的繁盛 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尤其是非洲的照顾 新生代早期 非洲是与欧亚大陆隔绝的 这就给了机会 让众多非洲的捕食者和猎物们 可以沿着自己的路线去发展 而不用担心欧亚大陆过来的 猫狗两家的一帮变态 豹欢的这种更擅长捕猎 而非挖掘的状态 正是对非洲封闭环境的适应 他们会在森林和林地中跟踪猎物 捕杀宽娥三只骂 和大型的猪科成员尼亚萨猪 那么豹欢会怎么捕猎呢 这个问题争议就大了 有学者认为 豹欢不仅体型与豹子一样大 身体比例也与豹子类似 而豹子正是森林和林地间 出色的伏击猎手 豹欢也有可能是个伏击高手 但是其他的研究认为 这种看法太过草率了 这些研究显示 豹欢更可能是像现在的狼 或者斑点猎狗一样 会去追逐猎物 还有观点认为 中心式捕食者的体型更大 解剖结构介于现在的狗式追逐 和猫式的跟踪突袭抓斗之间 这实际上是这些猎手们 与中心式森林中 大量猎物互动的结果 食物充足 生存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这些猎手们没有必要那么特化 苦练多年 把自己演化成专门的 快速奔跑者或者格斗家 他们大多倾向于都会一点 但是盛事蕴含着危机 中心式早期 猫科动物第一次出现在北非 更麻烦的是 另一个大变化正在酝酿中 这就是东非大猎谷的打开 受此影响 中心式中期 草原开始在非洲蔓延 封闭的森林环境 就慢慢的被开阔的大草原所取代了 猫科 猎狗科和犬科动物 趁势崛起 最终取代了豹欢 和其他大型幼科猎手们 所占据的位置 不过大型猎手们的消失 并不代表蜜欢家族的终结 无畏卧视蜜欢 等史蜜欢族的新成员们 早在750万年前 就独自挺进了北美 并在德克萨斯 为蜜欢一族 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相比于前辈们 无畏莫视蜜欢的体型 要小一些 大致介于最大的幼科动物 史蜜欢 和现代较小的蜜欢之间 但是小了点 并不代表它就会变弱 宽阔而且强壮的嘴部结构显示 无畏莫视蜜欢 依旧适合捕食 大型的猎物 但是它们也不是这么死板 坚固的牙烈 又给了无畏莫视蜜欢 一定的灵活性 它们可能和现存的蜜欢一样 是个通才 什么都敢吃 除了史蜜欢族的这些前辈们 蜜欢族在中心市晚期 也陆续登场 乍得的蜜欢成员 就是其中的代表 比它更晚一些的 就是蜜欢最近的近亲 来自上心市南非的 辈氏蜜欢 这是一种中型的食肉动物 还是个机会主义者 这些优秀的生存技能 将会在蜜欢身上得到继承 一只独秀的五位族群 就此诞生 这是蜜欢亚科 最后的节奏